趁著天氣好轉的空檔 村長趕緊將民間捐助的物資載進部落 擔心颱風來又會面臨缺乏物資的窘境 至於未來幾天颱風來臨的避難應變措施 村長說會全力配合鄉公所執行 我們在等待這個氣象 氣象報導跟政府 仁岸鄉公所的一些的命令執行 我們就會都建立配合 由於部落分散 目前例行線發祥村瑞岩部落的狀況 最令人擔憂 因為道路未通物資難以運送 當地居民也無法出來採買 許多人已經吃泡麵罐頭好幾天 小朋友們也好幾餐沒吃到肉類食物 家長擔心營養失衡氣得跳腳 我們是以水這樣子 我們吃奶水沒有 我們只有等以水這樣子給小朋友這樣子 部落裡面有東西吃嗎 都吃泡麵啊 都吃泡麵喔 有沒有吃到白飯跟肉 沒有 眼看又有颱風要來 現在居民就已經面臨缺乏物資的困境 實在不知道颱風來臨時該怎麼辦 我們昨天下午就已經通知我們部落村民說 如果不下山的人的話 就盡量趕快準備一些物資這樣 公所表示嚴格說起來 瑞岩部落不是孤島 可以透過產業道路下山補給物資 但居民說產業道路崎嶇難走又危險 必須是冒著生命的危險 走過一些坍塌地 及惡劣路段才能下山 再者又不是家戶都有車輛 可以隨意出去採買 許多擾弱婦孺只能被迫接受 僅有的物資來度日 看來公所的認知跟部落 實際狀況有著很大的落差 記者No 南投仁愛採訪報導